非常之興奮收到這麼多唱頭 要說回故事 因為幾個月前有個朋友他找黑膠盤出來 是一些Technics的舊盤 雖然是舊的 但這隻盤還運作正常 我都挺喜歡那隻盤 因為很容易調教 他有幾隻盤還蠻漂亮的 不同顏色但沒有唱頭 問我可不可以幫忙開聲 因為其實他不懂的 那盤是家人的 我說好 我嘗試看看最便宜的方法 和你入手先弄它 本身所謂沒有唱頭 其實你是要有唱鶴連唱頭 因為現在市面上通常都是分開買的 那我當然是問問我的朋友 黑膠達人HK68 他手頭上有一隻Nagaoka的唱頭 說入門有些很划算 千多元有了唱鶴 我聽到有了唱鶴就不得了了 因為不是分開買麻煩 是你分開買完回來 你還要上螺絲去設定它 那一刻才麻煩 上螺絲有什麼麻煩 或者技巧呢 就是第一 你要調教那個距離 這個我知道 調距離這個我知道 但是你要扭 那兩顆螺絲 最好兩顆螺絲是同一個扭力 就需要用到一種扭力批的東西 我之前也沒有 最好有 如果不是兩邊的螺絲咬著唱頭 那個力度就會不同 最好用同一個扭力去領那兩顆螺絲 然後還要用一塊東西去量度一下 它在外面那支針放進去那個位 和裡面放進針那個位 你是不是perpendicular呢 你如果唱頭和唱學分開買 你就要調教以上的東西 所以我一聽到 唱頭和唱學已經設定好了一塊東西 賣給我 還要一千多元 我就覺得很開心 那我當時馬上買了那支叫做110的型號 即使配到舊的盤上面 設計比較簡單 但是很容易用的一個唱本上面 接著再 就這樣搏 風佬再出一對有緣喇叭 即是比較 全部東西都是最簡單的 不要搞什麼前後級抗音機 直接用有緣喇叭 立即開了聲 那朋友就很開心 那我就問HK68 喂 你還有沒有一些高階一點的型號 都是有唱學家 即是心動動又想試一下 那他說有啊 不如你 我日本到貨的時候 我借給你試 那上個星期就終於到齊 那麼多款 他其實呢 是有就這樣唱頭買的 即是不跟唱學 但我就喜歡他這個方便 已經設定好了 還有可能很多朋友 開始 現在玩黑膠的時候 又想試一下 換頭啊 那你不用設這麼多東西 就這樣扭 好 一扭進去 扭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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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 會舒服很多 也都容易很多 桌面上面 就是他全部跟上唱學的唱頭 全部都是MM頭 由左至右 價錢低至高 他有個H在後面 就是有Head shell 如果沒有唱學 就沒有H在後面 那這個就是100H 110H 150H 200H 300H 和500H 500H就是他們的旗艦 那 告訴我 這隻的聲音 是近似去到MC 那麼清晰 那本身 試東西 就應該由便宜 開始試到貴 但是我當日 偏偏想 由貴試到便宜 因為我是想著 如果貴的適合聽 我就要了貴的那個 那我就由500開始試 300 200 150 110 和100 這樣試 那所有的頭 全部的聲音都不同 那我先講一下500 輕輕講一下 那500 就真的有少少 好像MC的味道 很清的 輕了少少 還有聽它的時候 我要扭大聲 少少個Wallum 但是這些分析力 是非常非常之高 不過就不是我的口味來的 如果你是想 你要用MM頭 但是有追求一個分析力 你可以玩它 這個真的是旗艦 還有這個是 外國都拿很多獎 就是歐洲那方面 大家可以上去搜尋一下 那跟著就是300 300 就近似一些我喜歡的味道 還有300和500 那個唱殼 是重很多 就是這樣戒開 200以下 它的唱殼 就輕一些 這兩個唱殼 就重很多 比較有少少 像我用的 Otofone的9000 那個 無論形狀和重量 都有點像 那300比較近 我喜歡的味道 多一點 分析力沒有那麼高 再濃多一點 那跟著一落到200的時候 200呢 就真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貼 即貴那兩隻 反而 沒有那麼貼近我口味 200就很接近我口味 即是 東西的密度又高 中頻又很突出 譬如我聽湖林 湖林的聲音又很出 很正宗 嘴型又很sharp 那200我都很喜歡 那85呢 就比較平均一點 那個人呢 又厚一點 但是呢 都是很濃味的 那跟著110呢 也是我另外一隻很喜歡的頭 就是上次 我買了來幫朋友 設盤那個頭 他 一播呢 那個 感覺很刺激的 所有東西都給你了 當然你說 底氣呢 就 差一點 即不是所有東西很厚 他給了很表面那一層 但是他很表面那一層 那些東西給你很sharp 很有聽這個黑膠的感受 就是 黑膠一來到覺得 嘩 那個動態很厲害 很闊 110就給了動態很厲害 很闊 那樣東西來 當然密度就沒有那麼高 應該不是密度沒有那麼高 深度沒有那麼高 如果110和100呢 我都會選回110 因為那個 價錢不是差很遠 100呢 就所有東西很平均 我就覺得 不是說非常之有 特色的 但是那個造工 各樣東西都是很漂亮的 那如果你想的東西平均一點 輕一點 你未必聽爵士的 你可能有時候聽輕音樂 或者聽 細細聲聽一下交響樂 那100其實都OK 剛才這麼多東西 最貴這兩隻 這隻旗艦 反而呢 我就推介高手才用這兩隻 我自己呢 就喜歡 200 和110 你入門想試一下玩一下換頭的 我非常推介這隻110 我認為好有這一個牌子的特色 即我不夠膽和牌子代言 但我覺得這個是 你一試就知道她想調個什麼聲 這個聲是很有特色的 然後再進一步 就是她的200 就是110的升級版 所有東西都在漂亮 有110的方向 但所有東西再細節一點 密度再高一點 中頻又再出一點 六隻 選一隻我會選一隻200 如果選兩隻的話 我會推薦一一零 和一隻200給大家 如果你是玩黑膠盤 或者你真的好像我朋友一樣 找到黑膠盤出來沒有頭 或者頭壞了 螺絲生鏽 唱針生鏽 什麼什麼 如果你想很輕易地換一個頭試一下 我會建議你試一下 110H 或者200H 剛才說過一次過試六隻頭 其實就不是說 一拔一插就立刻可以用 其實你每換一隻 都要調微調唱寵才用 而它裏面的說明書 亦都有講建議的唱寵 我現在示範一下 怎樣很簡單的 要交調唱寵 讓你換頭的時候 都可以跟著做 我現在就示範一下換頭 我自己本身 用的是 剛才說的 AutoFone 9000的唱殼 和AutoFone 2M Black的唱頭 我用剛才 我說很喜歡的 那隻200去示範 200H 有唱殼 好 換了下去 這個時候 你就要拿走蓋 如果你的唱頭有個蓋 因為這個 這個東西都有重量 那你就會影響你調唱寵 這個時候 你就把他的 鼻子調低 就是你free 然後拉出來 然後發覺 咦 它直接發了上去 即是怎樣 即是它非常輕 它比我之前的那隻頭 輕了很多 現在你要做的就是 調校後面的稱陀 調到哪個位 調到它是水平沿浮的 不要高 不要低 水平沿浮 差不多有個位 是它想 咦 好像現在這樣 就發回去 它原本是勾住那個位 大概是這裡 看到了 剛剛是 我一調 我一調一下 它就 這樣水平沿浮上 這個時候 你就要把後面 那個指標的位 就當它是0 因為你加了個頭之後 令到支備水平沿浮 就是0 那個位 根據說明書 我看一下 200個頭 應該是多少 應該是1.5 去到2G 我示範 我示範 就領1.5 好 我去到1.5 這個時候 其實它就一定會倒下來 因為你加了暢重 它一定會向下倒 好 接著 這個時候 我就會拿個針綁出來 就看一下 差多遠 你剛才如果你調它0 你不能用針綁去量 它不會倒低 所以你到現在才會微調 好 我看一下 是多少 其實我都調到很準 我剛才調的位置是0 然後我調到一個秤台1.5 其實現在量出來1.48 所以就算你沒有針綁 你真的調到它水平沿浮的時候 你把它變成0 其實是差不多 好 即是我調得準 少數點後兩個位置 沒得調 1.48 我可能扭少少去到1.5 我當它是1.5 其實這個時候 你就已經是完成 完成這個換頭的程序 現在剛才是1.5 它去到1.5 去到2 有時候可以中間扭 扭到1.8 扭到2 你試試哪個位置 好腥一點 好腥的位置 你停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另外 我亦都想示範一下 桌面這塊東西 也是HK68送給我的 就是用來調唱頭 唱針的位置 剛才我講了連唱學 有個好處就是 它已經調了位置 大家可以看看 針放在這裏 接著它已經是和那條線 水平了 如果你是唱學和唱頭 分開 你就要自己 扭個螺絲調調位置 好 接著去裏面那點 看看 它已經調好 非常準確 就是針在圓圈中間 接著頭 就平衡它的格子線 所以買了唱學 就非常節省工夫 為什麼我會推介 大家可以買這個 連接唱學的唱頭 節省很多工夫 甚至也很腥 你自己教 這個牌子的頭 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後面這裏有塊膠 其實這塊黑色膠 是用來緩衝 或者鼻震 就是鼻和頭中間的空隙 你用和不用 聲音是會有不同的 而這塊是可以脫掉的 我自己覺得 其實不用 聲音會再去得盡些 如果你買了 你可以試試試 有時用我膠圈聽 有時不用我膠圈聽 那你喜歡哪個聲音多些 當你調好唱寵之後 還有一個位置要調 就叫Anti-Skitting 我這支鼻 就用一條魚絲 這樣調 逐格逐格這樣調 其實逐格逐格 就是0.25g 好像我幫朋友的 Technics那個盤 就會有個東西 在旁邊擁有黑度 就方便些 你就要對應你的唱寵 例如我剛才調了1.5g 那我這裡的魚絲 就應該調到1.5g 那一刻 如果你旁邊有很清楚 那個領的東西 你就將那一顆東西 就調到1.5g 就對沖你本身這一支 唱臂的唱寵 那為什麼 有什麼用 因為唱臂越入 其實是會越向深 你就需要因應它的唱寵 就把鼻捲回頭 把鼻捲回頭 那麼 用魚絲 加一個秤塗 就是我這支鼻的方法 通常外面都是 擁擁擁擁擁擁 擁擁擁 有個黑度這樣擁擁 就會方便些 所以記得你調完唱寵 之後 你就要調整這個Anti-Skid-Ting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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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